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187页 上一次谈的是第27页 常修殊胜范形 今天我们进入第28页 国无不善愿 我们先将经文 读诵一遍 我作佛时 国中无不善明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同一心 助于定据 永离热闹 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 犹如漏尽比丘 若其想念 贪记生者 不取正觉 这一段经文 里共有四愿 从28到31愿 那第28是国无不善愿 我们在阿弥陀经里看到 祈佛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所以是跟这一愿 完全相应 没有恶道的因 就没有恶道的果 那都没有不善了 那当然就没有生恶道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没有恶趣 恶趣的名字 都听不着 所以称为 极乐世界 李秉的老师 有一篇教诲 叫两个世界的味道 一个就是指极乐世界 我们一起学习48愿 就慢慢去感觉 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它的美好 到什么程度 好 了解的越深 越想去了 在心求极乐 很欢喜 什么时候想去 那这个要问自己 现在就想不想去 可能下一个那个 去了就死了 老上讲经的时候 现在办一个 活气 保证往生了 七年之后就往生了 看有没有人敢报 世间你也放不下的 你就不敢报了 好 所以老上有讲了 他年轻的时候 复杨 lichen robe 那时候 那时候 以苦为师 因为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年轻 定力还不够 极乐世界菩萨们手中 藏出无境之宝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福报都很大 那么有福报 都能出那么多宝物 老阿上说 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多福报 那我铁定立不住 所以假如说 现在我们洪护正法 认得苦一点 极乐世界的菩萨 也不把宝物分给我 不能这么想 要想说 我的定力还不够 所以这佛菩萨 还不敢给我 给我我是堕落了 老阿上说后来 有道心了 尤其 深入经葬之后 这一生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那对世间无所求 那你福报再多 他不染 它不染 祖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心求极乐 欢喜 求生敬祖 这个愿坚定了没有 我们现在是很欢喜求生敬祖 还是很欢喜看抖音 刷屏 这个世间还有东西可以吸引我们 我们说一心求生敬祖 那是嘴巴讲讲的 而且是自己骗自己 骗自己 进一步还会骗别人 讲得慷慨激昂 亲戚朋友一看 他讲的跟做的怎么差这么多 搞得人家没信心 所以老阿上这一句 我只有一个愿望 求生西方净土 其他别无所求 所以祖师提醒我们 说婆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牵 神多爱乎 怎么可以再增加堪爱呢 对人 对事 对一切物 还喜欢收集古董 我看不妙了 那古董寺里面 这是蟑螂 昆虫比较多 那古董放不下 就投身到 昆虫里面去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修行人 警觉性要很高 不可以跟自己无量极来 稀有难逢的姻缘 开玩笑 掉以亲心 情子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所以跟一切人 不能结情缘 要结法缘 这个人对你很好 你高兴得不得了 人家对你好 你得还了 在那里很高兴 你就慢慢欠情资了 情债了 钱债好还 情债可不好还 缘具缘善 不能贪着 但是毕竟有缘 结法缘 不结情缘 面对境界脑子要清楚 更不能结恶缘 恶缘就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了 随缘消旧业 被人家骂被人家打 不起憎恨心 这个业就报了 而且呢 他骂我们了 毁谤我们 帮我们消前世三恶道的业 我们中了三恶道的因 他帮我们消 这金刚经告诉我们的真相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图诵此经 金刚经是大成经 若为人轻见 被人家轻慢 侮辱了 他不去侮辱别人 怎么侮辱我 还是有前因 看破世间都没有离开因果 两个字 所以看破放下 首先要看 看得不破 因果法则 深信因果 心就不容易 愤愤不平 所以深信因果是良药 治心病 我们现在心上还有一想到哪个人 想到哪个事 心就会有点揪起来了 有点闷闷的 那个就还没有深信因果 真的懂了 逆来顺受了 甚至产生感恩心了 就像这个金刚经教导的 他为什么轻见我们呢 先是罪业 因多恶造 我们过去生 在轮回当中也造了不少恶业 促行促善提醒我们 若恶业有体相 我们过去生 造的恶业 假如有体积的话 虚空法界都装不了 那因为有这些恶缘来清建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帮我们消过去三恶道的恶因 那当得 当得阿罗多罗三秒三不体 我们这一生可以成佛 所以这些逆境恶缘是帮我们消业障的 我们当然要感恩他们 那些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了 那些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大家看经常经这一段 法药好不好用 用了治不治心病 佛法管用 好 所以结法缘 不结情缘 不结恶缘 所以这一两年 常常跟大家独四巨记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筒 清卷勇团聚 法界逍遥勇 净土为归 是归宿 波落为导 波落像眼睛一样 让我们知道修行的方向 有没有偏差 所以无量寿经里面 观法如画 这就是般若 凡所有相 且是虚妄 不要当真 你就着相了 有个同修 认识我很多年了 给我发来几个问题 他说我这几个问题 在我心中好久了 你看 修行就是要不举余向 怎么心里想那么多年 都没有关照到 要放下 所以佛法是要放下执着 放下着相 可不能换对象 我们修行 还没修以前 对感情很执着 情指很重 要找一个对象 学了佛了 这个情指转移了 找一个老师 结果还是用情指在起作用 所以这个不是换对象 老师这句话很重要 我听到同修 我梦了好几次 跟我一讲 讲老半天 那些时间拿来念佛多好 都在着相 那个同修说 很多年前见到我 我看了他一眼 他就很害怕 害怕了好几年 现在非得我给他一个答案 那几年前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到他了 什么表情了 我怎么可能记得了 你说人不是很执着吗 那个会影响你往生吗 往生以佛在信愿之有无 该关于老师念佛 你看他这么在意 我假如再给他一句 我又没有用法给他了 他不就又生烦恼了 所以我送他一句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看老阿上讲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是禅 如如不动是定 老阿上说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修禅定 禅定是枢纽 一定才能生慧 智慧是我们的目标 应戒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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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的教诲都是戒 我们不说别的 老阿上露我们所三个条件 是不是戒啊 老阿上说的 我们要看的东西 要老师同意才能看 我们现在东看西看 而且一看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心就随着你看的这个短视频转啊 哪有定啊 今天工作很累了 看一些温馨的影片 看那心里挺舒服的 你假如看那个情爱的 越看你的感情就越来越强 博菩萨有真感情啊 世间的人他的我还没有放下 他怎么可能念念替你想啊 那不是强求吗 强人所难 你看另一半没有替你想了 就可以让你难过三天 你是学大神佛法的 你要替他想 干嘛他替你想呢 这个念头就是求 就是贪求 不是他让我苦的 是我贪求的心 诸苦皆愁 安育其 好 所以修行的路上啊 观心为要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力修 念头 我们看不取于相 就是不能着相 在哪里念不能着相 你这几年前的梦了 你还一直在那里纠结 那不是很着相吗 脑子里一直绕 去年的事情 那都是着相啊 着相就生烦恼了 包含眼前 比方说你跟人家谈话 你看 哎呀 他那个讲话的表情 我很不喜欢 你说着相啊 人家讲的东西很重要 很有道理 你根本就不听 这是不是着相 不要着他的表情 不要着他的声调 专注 人家讲的有道理就要听 一开始 他跟人沟通 这个人我看了顺眼不顺眼 你看都是很着相啊 爱真心特别强 都要在这个境界里面 念不要着相 如如不动啊 就是不要动心 不要动情绪 不然你在哪里念禅定啊 何处是道场啊 处处是道场 所以祖师提醒我们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了 所以我们 都觉得自己想求生净土啊 但是要检查检查 还有没有人事物啊 会让我们放不下 那个就是修行的重点 你放不下 你放不下你才去得了 不然就被他拽下来了 我们学这个四十八愿 对极乐世界越了解啊 你知道往生的利益有多大 你恨不得今天就去了 接坐阿维悦至菩萨 你看我们现在想帮别人啊 这些烦恼都扶不住 尼菩萨过疆了 往生的阿弥陀佛一加持 多有能力啊 你真的立重的心是真的 你会很想往生级的世界 才真的帮得了人啊 那厌离娑婆 我们不能留恋娑婆 轮回路险 一不小心就容易堕落了 我们看这个五卓二世 这业力胜大 比较病苦 越来越严重了 我记得小的时候 老人家走都怎么走呢 睡着了半夜走了 无疾而终 现在大部分都在医院中 你看这个 着二世间中了二婴 现在二果都提前了 你看糖尿病 没有调理好了 要这个节肢 你看这种苦啊 一般是说你到三恶道去瘦了 你看现在人间也瘦了 造的恶速度太快了 这恶果都陷了 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 我们现在虽然是在人法界 人中地狱啊 人中畜生 人中恶鬼道 一个病苦受的折磨 那是不是像人中地狱啊 五恶五痛五烧酒后转聚啊 越来越严重哦 如等转乡教界 如佛经法 无德犯也 互相劝勉了 别造恶了 强健时努力修缮了 往后这几年几十年 患得个无量寿啊 太直了 所以一世精尽勤苦 虚于兼耳 后身无量受苦 快乐无几 永拔生死之本 无负苦恼之患 我念得很欢喜 你们表情怎么这么凝重 你们还停留在我刚刚的 太苦了 还要聚脚 是吗 不然我现在已经在念这一段 快乐无几 永拔生死之本 无负苦恼之患 受千万劫 自在随意 受命自在 好 所以宴离娑婆 李秉仁老师往生前几天说了 这个世界乱了 唯一一条深入念佛求生净土 自己要放得下 但是还有在世间一天 结法源 多带一些人 回极乐世界 这老儿上对我们的 劝勉 尤其家里人 过去生源也是很深 才能成为一家人 所以 共结法源 共同生极乐国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亲眷勇团聚 法界逍遥也 好 我也曾经跟大家比喻 这极乐世界就像黄金一样 说婆世界就像粪便一样 好 诸位忍者 你现在手伸起来 你要拿黄金 还是拿大便 你拿大便 凑了一身 所以你现在还留恋 所以你现在还留恋 说婆 留恋事间 铁定身烦恼 让你搞得心烦意乱 所以不要去抓大便 要去拿黄金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念佛 才能安乐 现在能老实念佛 依教奉行 就能安乐了 好 所以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前二十五大菩萨 随护其人 魔不能干扰 最近假如 有被什么众生干扰 念佛还不够 好好念 好 所以 恶趣的名字都听不到 所以称为极乐世界 从这些地方 我们能体会到一些 那从二十八院 至三十八院 说明西方世界 众生之源 显示极乐世界的众生 无量功德 自在受用 其实极乐世界这个环境太好 首先 无不善明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我们 接着这十一院 去感受一下极乐世界的殊胜 我们就更愿意 早点去 成就极乐 成就极乐名号所含着真实意 这个世界叫极乐 为什么极乐 它实际的状况是怎样 我们可以随着经文 我们可以随着经文去体会 下文是第二十九院 祝诸正定俱愿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心 在哪里 展现在他的愿里面 所有众生 所以这里没有差别 无量无边的世界 九法界众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皆是平等的成就 哪怕这个众生 就要度地狱了 他只要肯念阿弥陀佛 他就往生 圆正三不对了 甚至于他现在的地狱 刚好遇到地狱的缘 有人念佛 唤醒他过去生的善根 他也跟着念 也能从地狱往生 平等的成就 好 这是极乐世界 第一功德 帮助九法界众生 平等成佛 接着呢 皆同一心 助于定居 什么是定居 佛在经上 把一切众生 常用分类的方法 来解释 分类的 我们好理解 所谓四胜六凡 这个是分类的方法 所以有十法界 四胜就是佛 菩萨 声闻圆绝 六凡 天 人 修罗 地狱恶鬼畜生 这个是六凡 二层三层 这个都是属于 分类的方法 好 这个人王经 把菩萨分为无人 这个都是举例 佛陀常用分类的方法 好 那这个菩萨 这个人王经的无人 他是指 十住 十行 十回相 一般叫三贤地 这个属于 福人 所以无人是有 第一是福人 指三贤地 再来是信人 是出地到三地 这个是信人 还有顺人 顺人是四地到六地 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叫无生人 无生法人 这个是七地到九地 还有一个叫极灭忍 那个是最高的 十地到成佛 所以这个是 无人 把菩萨的境界分成无人 这个忍着认可 肯定 你看无生人 肯定 不生不灭的真相 像我们都是在生灭当中 起起伏伏 横生很多烦恼 好 好 我们 看老师上讲了 华言将菩萨分为五十一个阶位 这个也是分类的方法 那佛在经上 也有将一切众生 从修行成果上 分为三类 一是镇定据 一是协定据 一是不定据 好 刚刚有发问题来了 有同修问了 那我还要对别人好吗 可能他问的是 我们刚刚说不要结情缘 要结法缘 这是否会给人家增加债务 你对人家好 不要给人家要债 他就没有债务了 你的付出都是求回报的 那你可能给人家增加债务 甚至于 你在给的时候就给人家压力了 我送你东西了 以后你看着办 那是不是在给的时候就给人家压力 那你看你对人家好 第一从我们不求回报 三轮体空 这个很练功夫了 内不见起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思之物 你在对人好 在布施的时候 就是修菩萨道 好 那你也要考虑到 我对对方好 他会不会产生安佐 所以你要卑至双运 你对他很好 他情子越来越重 那你不是跟他结法缘 你变成跟他结情缘 所以佛门为什么 慈悲还要加智慧 理智 去应对跟你有缘的人 这个 立事 恋情锻炼 因为有时候 他过去生跟你有缘 你可能会有一种冲动 要去跟他讲话 跟他认识 是吧 过去生有缘 但是 你现在就过去 跟他讲话 会不会造成他的误会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你看 你这个 就没有用理智观察观察 我这么做 会不会造成对方的误会 你看 是很理智 很安定 在应对因缘 这个我有一点点经验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可以这么说了 以前三十多岁的时候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这个有听众说 你现在也很年轻 比方说我在补习班 女同学非常多 我们也会有一点敏感度 这个女同学 可能过去生跟我们比较有缘 所以我就要考虑了 跟他讲话的时机 不要造成他的误会 结果 我都不跟他讲话 也不去认识他 突然有一天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呢 因为我们在补习班 是要报考 师范学院 可是台湾十几个师范学院 屏东 高雄 台南 彰化 好多所啊 结果你看 那个有缘 你早晚都要碰到的啦 你闪不过去的啦 刚好我抱台南 结果 到了考场 时间还比较充容 我就出来走走 远远看到那个女同学出现 真的长得很漂亮 旁边站了他男朋友 我说跟他讲话的时机出现了 是吧 你看人家男朋友在 我去跟他讲话 你看 很有 这个 这个用什么词号 一时想不到什么词号 很光明正大吧 是吧 没有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 你看他男朋友在 我跟他讲话 我说同学啊 哦 你是哪一个考场啊 关心别人吗 那他 他男朋友也不会不高兴啊 他说我是哪一个考场 哦 跟我同一个考场 我带你去 他就不用找了 结一个善缘了 好 带他到考场了 坐我后面 后来 考完试了 我到补习班去看成绩 看完 突然有一个同学 哎呀 叫我了 我回头一看 是他 他也考上了 我问他哪一个班 跟我同班同学 后来呢 一进教室 坐我旁边 一年 你看那过去生有缘 就确实是有缘 可是问题是 你要跟人家互动的过程 你也要 防止众生 起心动念 你不要让他误会了 动了不好的方向 去了 就好 所以佛门讲 悲至双运 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是比较成功的历史 失败的更多 所以我常常说一句 我不杀 博人 博人却因我而死 我们没有恶意 结果反而让对方误会了 怎么讲那么多例子 这个都是亲身体验过的 我曾经遇过 一个女性 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 因为她的颜面 有点受伤 我一突然看到她 我就提醒自己 不要让对方感觉 你好像有点异样的眼光 看她 所以我展现了灿烂的笑容 第一次见面 跟她打个招 结果后来 她居然说 我是她男朋友 哇 你看 我这个总结总结 还是别笑得太灿烂 唯唯笑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心 没有恶意 甚至是替对方想 但是也有可能 造成后面的情况 所以这个 卑制双运 还是很重要 我这么一回答问题 突然发了 好长的问题上来 今天不是回答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收集起来 假如在课程当中 这个可以顺着我们论的理 回答的话 我也会带出来回答 好 不然我们就找时间再安排这个回答问题 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 您只要把你的问题相关字眼 关键字眼 打出来 打上净空老法师 一定会老和尚相关佛学问答 所以不要依赖 依赖也是执着 老和尚回答 很拥闭 马上就能 心开意见 不一定要等到我们有回答问题的时候 这个是从修行成果上分类成三种 这也把九法界的众生包括净 什么是镇定 镇定 就是他修学的如理如法 如理是理论 如法是方法 方法与理论相应 必定正果 决定有成就 就是镇定句 如理如法 那代表 理根修行的事 理事要圆融 不能执理 废了事 不能执事 废了理 都不能出现执着 修行佛法是要放下执着 我们不能再听经 听一句执着一句 举个例子 绝明妙行菩萨说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着念头使 虚如法身活 这个教会好不好 很好 指导我们 恢复 真心 法身 活 法身就是 真心 法身大师 明心见性 一句佛号真的可以念到 明心见性 海贤老儿上就表演给我们看 那我们 听到了这个道理了 少说一句话 结果不说话了 该沟通的时候也不说了 造成家里 这个人怎么现在 啥话都不说了 也都不沟通了 家里人都在猜 你到底是啥状况 那就指理 废的事了 你可能 人际关系上 会产生困扰 家里人不理解你 觉得你 学 迷了 他们可能就要救你出来 然后你又觉得 他们在障碍你 那就更麻烦 我们 要了解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 我们人 喜欢讲话都是什么 心狠 浮躁 不甘 寂寞 心静不下来 就想找人 喝咖啡 聊是非 忍不住 你的心 每一天就在言语当中 起起伏伏 贪嗔吃慢 都在那里起作用 我跟你讲 你看 讲这种话 念头都提啥念头 所以 少说话 多念佛 打得念头死 这些分别指手 贪嗔吃慢 都把它打掉了 我们的真心 才能陷出来 所以这个是 让我们要修 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心 所以没有必要 去聊闲话的时候 当然要好好念佛 可是你现在 该沟通的时候 不沟通 那也不是真心 真心在该沟通的时候 会对方想 不要造成对方的误会 不理解 你要及时沟通 那是慈悲 清净心是真心 慈悲心也是真心 那现在我们为了求清净 结果执着 直理费了事 该沟通也不沟通 那就产生执着点 老阿尚说 一有一切都有 你有清净心了 那其他四个心都有 你一个没有了 其他都没有了 五星就是在诠释我们的阵营 好 所以这个 理事要圆融 那你直事废了理了 比方 哎呦 现在 腊月初一 到腊月十五 功德增加十万倍 我每一天一定要念一万神 你就拙在这个事项 念一万 阿弥陀阿弥陀 念的心烦意乱 值了事废了理了 念佛是要 深深唤醒自己的 你越念 心越急躁 越在那里赶净度 赶成绩 值了事废了理了 不得受用 我们很容易执着事项 所以老和尚说 做早晚课 早上骗佛菩萨一次 晚上骗佛菩萨一次 那个是着在事项上 早上是 体想 晚上是反省 都没有离开 修这一颗心 所以我们念佛 要像大四智菩萨一样 敬念相继 中国祖师常讲 老实念佛 老实的标准 就是敬念相继 什么是敬 敬是清净的 你有怀疑就不敬 有疑心 有夹杂就不敬 念佛 我能往生吗 这叫怀疑 念的时候 好多昨天的事 早上的事都浮起来 这都是夹杂 所以必须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相继呢 相继呢 是不间断 所以这一句佛号 果然作造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才是镇定句 这九个字就是 绝明妙行菩萨的教导 我们今天可能得他老人家加持 我们举个例子 都是他教的 刚刚说的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也是 绝明妙行菩萨 教导 那夏连居老居士 又引了这一段 很有味道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念一句 试一句 多说一句 废一句 我们又说闲话了 时间精力浪费过去了 不只浪费了 我们一说闲话 阿赖耶士 又种了这些轮回的种子 而且还要 承受造口业的果报 那不是很愿望吗 不如拿来念佛 那个功德力很大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所以我们念佛人 能止住口业 成佛一半 而且容易得精进心 所以夏连居老居士说 三年不说话 保证开悟 所以直语 心比较容易能静下来 所以到道场里面 还有带 直语 敬语 大家互相提醒 这七天 直语 精进念佛 你有那个因缘 掌握住 精进三个月念佛 你还有那个因缘福报 事情安排得开 快用功 你不要听我这一段话执着 你安排 家里人 不是很接受 你告诉你 丈夫 成德法师说的 一定要去三个月的 你把我都出卖下去了 不行 到时候造成你家庭纠纷 我就阿弥陀佛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这样最好 真的 强势的人 就会拿着别人 讲过的话 去压对方 所以 关照自己的心态 不能强势 所以我都 有时候跟同学说 你手下留情 让我跟你们家里的缘 保持好一点 手下留情 不然你也当爸爸妈妈的 成德法师说什么 你看那个孩子本来跟我缘 不错的 你每一次都拿我压他 压到最后 他都不愿意来见我 所以我请他们手下留情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修行人的敏锐注意很高 多念一句 试一句 多说一句 废一句 自己要感受到 念佛跟 讲闲话的 自己的受用的差别 有多大 你感受深刻 你就不愿意去讲闲话 爱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再来 你还去感受一下 对别人的影响 你看我们 分秒必争念佛 你的亲戚朋友 他是修行的 修学的人 他看了会感动 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自己没有精进修行 然后常常说 你太懈怠了 你要多念佛 你要多念佛 都把时间花在 去讲别人 那亲戚朋友 听你一讲 人家心里想 你也不是很精进 还说我 所以我们现在 急着别人 赶快精进 赶快成就 就是没把重点 拉回来自己身上 修身为本 正己才能化人 之所先后 我们这个策略要对 你要先成就自己 你你才好 互念别人 你才好互念别人 好 好 好 那 这个 这九个字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能这么去用功 这个是镇定句 因为你决定成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不是一定成就 而已 很快就能成就 这九个字真下功夫去 净土圣贤路 脑袋上有特意别去观察 一帮真性切愿了 差不多三年 就往生了 感应造交了 他世间刚好也没有法源 要赶快往生 更好的能够回来 利益有缘的众生 好 那品位高下 就看你念佛的功夫 你真正能断多少烦恼 但是决定了 逐烦恼 决定往生 我们能辅助烦恼了 那这个也算 功夫成片 那就一定是有往生的把握 其实这个都是看自己 愿不愿意下功夫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一个人起心动念 一个念头接着一个 念头都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念头 决定了 辅助烦恼 所以往生 凡胜同居土 决定可靠 没有怀疑 功夫 深一点的人 见识烦恼 断了 这个是事一兴不乱 就深了 方便 有余土了 功夫 再生一等的人 能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就是念到 起心动念 也放下了 这个就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就深了 实报庄严土 所以西方世界 仕途 三倍九平 要看你功夫的浅身 这是镇定句 决定正果 所以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这个都跟镇定相应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只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学 都能得到结果 但是任何一个法门 原则都是专 你看我们古人 也知道 教之道 会以专 教学都要专 专精 而不能夹杂 夹杂 夹杂就错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专注就容易定 用个比喻 就好像挖井 一口井 一直往下挖 总有一天 水出来了 他很专注挖一口井 假如挖没几天 又找另外一个地方 又挖 挖了三五 都挖不深了 挖不到水了 那真是 《华言经》上所说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一个法门 就是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 就是一个法门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一个法门 就是无量法门 六字统设万法 一门及四五门 我们举例子 大家对《金刚经》都熟悉 《金刚经》教我们什么 云和阴柱 云和降伏其心 是吧 你看《大陈经》 那这个念佛法门 有没有包含《金刚经》在里面 大家想一想 我的心要住在哪 云和阴柱 你住在前上 你就变成守财努了 你住在情上 那就鸳鸯蝴蝶梦了 是吧 对啊 你要因无所住 不简单啊 所以你看这个法门善巧 云和应住 南无阿弥陀 你住在佛号上 云和降伏其心 你只要住在佛号上 你的忘念就越来越少了 慢慢忘念不起了 因为念佛功夫越来越高了 所以你看《金刚经》呢 你怎么落实的 念佛法就落实了 十善业道经 我们比较熟 直到我们怎么修行呢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毫分不善见杂 是极能令诸恶永断 善法圆满 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急于慎重 我们念到后面经文 像不像王 很像王 怎么修 作业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不容毫分不善见杂 好不好做啊 你看念佛法门 你只要念 二六时钟 老实念佛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把它提起来 你就把十善业道经落实了 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没有让不善见杂 所以这个应门 即是朴门 一个法门就是无量法门 如果你参禅 参话头 或者关心 这一个法门 也是无量法门 决定是圆荣寒舍的 所以这大臣佛法 圆荣无碍 一及一切 因为他得到清静心 你任何一个法门 修行 最重要是 殊土同归都是要恢复真心 恢复清静心 一切行门 以静心为要 我们所有的修行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恢复清静心 清静心中 一念不生 所有法门 都放下 心里 若起一个分别心 无论修学 哪一个法门 都掌握不到 都抓不到 所以最忌讳的 是妄想分别执着 所有的法门 目标就是 恢复清静心 怎么恢复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可是我们 都在法门当中起分别 在境界当中起分别 那就很难修进去了 我们 一遇到境界 就产生 好 坏 分别 然后就生烦恼 好 好也生烦恼 很高兴 大家有没有高兴到心贫富不下来 那个也是烦恼 你很高兴的不得了 到时候姻缘一变 你一定痛苦的不得了 静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我们去观照自己的心念 就是在人事 静缘当中 包含物质环境当中 我们起了分别心 比方 你换一个环境 本来吃的挺不错的 一换 到哪里参加五天的活动 结果一看 今天怎么没有坚果 我每天都要吃坚果的 你看 你起分别了 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 举了不少次 六祖慧能大师 见五祖的这个过程 我们听了不少遍 有没有受用 师父领进门 修行告个人 这个故事老上讲了好多遍 你看首先要学到什么 气概 五祖问 你来做什么 我来求做佛 我这一生一定要成佛 我不搞轮回了 这个气概要出来 你看老和尚说 六祖大师说 弟子心中藏身智慧 这一句话我们一反观 我心中藏身什么 为什么差这么多 你看这个故事里面每一句话 你要懂得去品味 就感觉到差距在哪 老阿张说 为什么藏身智慧 依教奉行 我们不生智慧就是没有依教奉行 再讲的深入一点 没有一句真干 一句真干 一定起作用 保证烦恼轻 我们讲到这里 哪一句呢 是吧 那我们就举一句吧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是老和尚常常讲的 请问大家 这一句真干 会不会智慧长 一定的 你念念为人着想 我餐我撑我吃我慢就少 就能藏身智慧 所以我们修行的路上 没有人给我们发考卷 断考 期末考 没有 自己要自己检查自己的状况 勘验自己的功夫 我 好 哎 这个老和尚还讲到了 这个五主 安排六主去做什么事 去聪明 去砍财 聪明砍财 能不能修行 他在这个境界里修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一 这叫会修 我们现在 哎 我很喜欢这个环境 我很喜欢 这个地方 你会修吗 这个 我们 这个 也有遇过同修 年纪轻轻的 来到团体 我是来学奖经的 你学东西啊 一个人要 顾念你 一个老师要指导你啊 你要听他的话 你不能心里都是想 我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他怎么教你啊 他带不了你了 所以我们这种分别心啊 在境界当中很容易起来 你看我们现在在半班 半学了 有学生来了 很高兴 哎 改天因缘变了 学生走了 很沮丧 那我们在境界里 都在起起伏伏 高兴也是烦恼 失望也是烦恼 不会修了 静来不去 静去不留 这个才能修清静心啊 要用第一念 说实在的 我们的心呢 随着顺境逆境 在那里起起伏伏 我们能把学生教好啊 我们要有心地功夫 我们才护得了学生的心地啊 那么着急去带学生干什么 太攀圆了 攀球了 我们一有 安球了 就忽略了 自己的心地功夫了 急着要去 利益大众 急着要去 搞一个什么中心出来 都忽略了最根本 修身为本 提升自己 所以李炳南老师写了四个字 好人 好事啊 好要做什么 你看老和尚 他出家都是 人家两个月早 他九次 可是老和尚很用功 用功到 晚上 学习 忘了时间 天亮了才发现 天亮了 他提升的快啊 那佛菩萨就安排 他老人家出家的姻缘 自修为主啊 提升自己太重要了 度重要随缘 不要去攀圆 像我就 太攀圆了 我们这种性格的 太热情了 一想到什么 人家讲有什么缘 就很激动 都不会衡量自己的能力 所以这个 我在海口的时候 就有同仁跟我说了 这都二十一年前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他说老师 你怎么像一只母鸡 到处生蛋 但是都不孵蛋 生蛋不孵蛋 不负责任 是吧 对啊 所以为什么要修身齐家 齐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知 你到处讲课了 自己孩子都没教好 你后面流弊就出来了 一直在讲学 自己的团体都带不好 那你怎么取幸于大众的 好 所以这个之所先后 还是很重要 择敬到你 这个接下来讲第二种 协定句 抱歉 这一段还没讲 你看一激动 定力不够 所以这个功夫还很差 华言经上 佛把众生的病根说出来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所谓正德 就是指亲近心 所以你要想真正正德 一定要正定句 把心定在一门上 定在一个法上 就正确 不管哪一宗 哪一派 不管你学什么样的经论 只要把心定在一门 决定成就 那自己 我记得我初学佛 听这个老二上 太上感应篇 一有空就听 坐车 坐在火车上都在听 开车都在听 专注在 一部经 一直深入 就会很有缩目 也感觉 正念特别容易提起来 你今天碰碰这个 明天碰碰那个 你真的遇到境界的时候 这些教科也不容易提得起来 人自己感受到了 他就会愿意钻 不想再砸 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不是自己领悟到 人家要说服我们都不容易 所以这一个原理 通一切宗派 通一切法门 决定 不能怀疑 这个印门深入 长期熏修 这个也都跟 这个镇定句相应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